虱目鱼除了做鱼丸煮汤煎虱目鱼肚之外 还有什么特殊好料理吗 20号上午在台南北门有一场虱目鱼料理交流 到底会煮出什么好料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将养生菇类会煮勾芡 慢慢的让汤汁淋在酥炸过的虱目鱼肉上 南部传说中的虱目鱼五柳汁完成 都像古代味的那个会打开我们今天养生的 从香菇 柳松菇 鲍鱼菇 所有的菇类 就会做银鸡 做五柳汁 因为现在都是养生路菜 我就有用南瓜切片 然后把它这样夹成一层一层的 就是很像一节一节步步高升的样子 所以才会取这个名字 杰高于情慧 聚集北门将军七谷等五区家政班成员 每区五道料理共八桌 要给现场民众品尝不一样的虱目鱼滋味 它就很有嚼劲 然后又很香 然后还有淡淡的九层塔的味道 就很不特别这样子 一堆菜都是很特殊的 都放心的 大家都会收的 没有收那个五星级的那个厨师 希望说我可以提供这个十步起来 推广给各个家庭来同时可以享用到这个 区长说会将现场虱目鱼料理的制作方式 拍照做成食谱 让一般民众靠着DIY也能做出好吃的虱目鱼料理 新唐人亚太电视谢树分林荆棘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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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磨刷